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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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说保险公司这是一部分影响 那么对于我们说的像医疗网还有医师 就是我们谈到个体还有医院的影响 因为你现在知道政府没有钱 像我们加州政府也缩减医院的很多的经费 每年上百万的砍掉 没错 那怎么办 OK 所以说我们看过一个报道 美国医生的这些那个magazine他们做的一个统计 美国现在大概有七十几个percent的医生 也年纪到了五十来岁了 以前他们都还很认真的在职业 他们现在说赚了钱不需要交那么多税 而且现在多看很多病人 因为每看一个病人他的收入减少 对 他的病人群增加 那也就是他的责任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全民健保改革一开始了以后 第一批人1月1号进来的这些人 我相信25%原来买不到保险人 现在通通要看医生 所以医生也很紧张 他们要对这些病人要提供很好的照顾 是的 如果照顾不周 然后有任何地方有疏漏的地方 还要涉及被告 对 所以说收入减少 风险增加 那很多医生他们的下降 说我不如退休 早点退休 那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把他过去的辛苦的结果 开始自己享受一下 不要想到全部都要把资产变遗产 或者是被告要被罚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那很多医生如果说慢慢慢慢退休了 那现在新的医生没有补上来 病人突然增加这么多 可以说我们可以想见 质量 医疗的质量 就像说我们这两天 电话量真的大到不可以 那很多qualify来拿白卡的人 也就是贫穷现在138%以下的那些人 他们明明可以拿到白卡 可以买保险不要钱 可是很多人都在问我们 我怎么样不要用我的白卡 我可不可以自己多付点钱买保险 也就是说很多的老百姓 现在都已经有知道一个观念 你拿白卡的人到医生诊所挂不到号 没有医生搜 你有那个保险 这个可能要排个队 弄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才能看到医生 那这个是我们所先面临真正的问题 对 现在大家其实蛮多人担心的 就是一个医疗质量的问题 以前我们可以享受到的 也许慢慢的一年两年三年 我们享受不到了 像很多现在很棒的各科的家庭科也好 各科的专科医生 他们的年纪五十六十对吗 或者他们还同样可以在手术台上 经验丰富 可是当我们这批人如果要慢慢消失 大家做不了了 因为收入又很低又很累 风险又很大 那我们新来的医师 那年轻医师 他们要积累一些经验 没错 所以的话这段时间 我们有这么多的朋友 大家会想着说医疗质量 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地方我要提出来了 恭喜我们电视机前面很多的观众 在美国居住是有一点的 你如果手上拿的保单 是2010年10月23号以前买的保险 请你们千万不要去cancel this policy 叫主妇级的保单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第一个过去是那些客人 都是经过保险 或是严格的审慎的审核之后 那些人都是比较健康的 万一如果说你现在一出来 是跟着这个水波逐流 你想想看 有那么多生病的一进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ObamaCare Cover California的保费 好像不贵 而且政府还给你那么多补助 可是不要忘了 当那么多人一使用了以后 马上水涨船高 那个保费一定会往上涨 可是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被封闭保护着 在的这个pool 所以它涨幅 OK 它有涨 可是涨幅 绝对不会有外面的那么快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说 这里的地方 你原能够用的医生 OK 如果说我们叫蓝十字 原来宣传的说 PPO的医生 有三万多医生 可是到了Cover California 只剩三千多 OK 从这边三万多个医生 你可以选 很多医院你可以选 到了Cover California 你少了百分之九十的医生 所以说呢 你如果现在用的是 Grandfather Policy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主妇级的Policy的话 打电话 赶快问你的Agent 就在他们提醒 不要cassle你Grandfather Policy 这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好 接下来呢 广告之后还有两段 我们跟Kenny的访问 千万不要错过了 待会儿见